到了今日我才算明白 原来知识至终 都是我错怪了十一娘 是我们徐家 变累了她 可她一直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从她进到徐家的那一刻起 我用条条框框的家规来约束她 让她吃尽了苦头 可当徐家为难临头之时 她却挺身而出 凭着自己的性命 来保护徐家 这么好的儿媳妇 在我身边 我却没有好好地珍惜她 她 她要是为了徐家 断送我 我怎么对得起 徐家的列祖列宗啊 娘 令仪啊 不是 哥老 永平侯 这是何苦啊 皇上方才相信你并未参与走私 你如此一闹 岂不 又惹皇上猜疑 速速离去 莫将事情闹大了 哥老 十一娘为了保全我 而牺牲了自己 我怎么能舍弃她呢 相信哥老也能看明白 此事就是冲着我 冲着开海禁仪式来的 哥老真的认为 放弃十一娘 此事就能结束吗 只有救出幕后黑手 才能永绝此患 即便如此 却也不能操之过急 朕要是惹怒皇上 不止尊夫人 还有你 及整个徐家 都难幸免 还请哥老相助 救皇上开恩 将十一娘的兴器延后 下官 必且尽全力 查明真相 请哥老仁慈 求皇上开恩 求皇上开恩 也罢 我尽力一事吧 我尽力一事吧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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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坚持 求皇上开恩 求皇上开恩 更好 走 皇上口谕 应永平侯所请 现将罗氏一娘行机宽延一个月 一个月后 永平侯如果没有找到证据 罗氏一娘仍交刑部处置 永平侯承受欺君之罪 钦此 谢皇上审论 谢皇上审论